下一個要叫做冷風 暖風是暖將軍獲勝 那冷風呢 冷將軍獲勝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冷將軍獲勝叫做冷風 符號是一個藍色的三角形 藍色這樣 一樣 考卷沒有藍色 只有三角形 一樣 三角形的尖尖的方向 代表是它的前進的方向 剛才跟你講過了 習慣上 上面是北方寒冷的 下面是南方溫暖的 所以這代表尖尖的朝下方 代表冷空氣向下前進 冷風向下前進 這就是符號 這裡的討試或者說學習的一個重點 就是會認符號 這個符號是什麼封面 這個封面是什麼符號 這裡的學習的一個重點就是會認得符號 會認得符號 OK 好 符號會認得 半圓形暖風 三角形冷風 冷風 OK 那冷風是冷將軍獲勝 當我的冷風通過我之後 我就碰到後面的冷空氣 所以我的氣溫會怎麼樣 下降 冷空氣比較重 沉在下面 往下沉然後往前撞 就把暖空氣迅速的向上台 迅速上升 旺盛對流會形成 激狀雲 激狀雲會下雷震雨 所以冷風的附近可能會下雷雨 或者是雷震雨 或者說所謂的震雨 那麼它這個雨也是封面雨 它是所謂的封後雨 封面來臨之後會下雨 這個圖上所顯示的 剛才跟你講了 我們上面這裡是冷空氣 下面這邊是暖空氣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 所以這裡的封面是所謂的冷風 那我往右下角走 過了以後 後面是所謂的打斜線雲雨區 所以它叫做封後雨 所以冷風是封後雨 冷風是封後雨 或者是像這個所顯示的 左手邊的冷空氣 推上右手邊的暖空氣 一邊往前推 一邊迅速的把暖空氣向上抬 它就形成一個直斬雲 雞狀雲 會下雷震雨 會下雷震雨 好 那麼大部分的雨 都是在我的封面 底下這個叫做冷風 大部分都是在封面的後面 所以我就稱它為叫做所謂的封後雨 那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封前也有在下雨 對不對 它的封面這個附近也在下雨 所以它冷風的附近就在下雨了 但是為了對照 一個叫封前 一個叫做封後 一個叫封後 好 好 多者呢 就像這個圖也是一樣 左手邊的冷空氣 推上右手邊的暖空氣 使它迅速抬升 形成激狀雲下雷震雨 我的封面朝右邊走 這個叫後面 後面在下雨 所以它叫做封後雨 封後雨 這可以介紹 我們的冷風的情況 跟它的封面雨 那麼同時呢 我們的舊客們說 冷風過近之後 會造成這些現象 它的這些事情 除了一個風速變大 必須用背的之外 其它的靠你的知識 嘗試你就曉得了 舊客們說 冷風過近的時候 氣溫會下降 雲量會變多 風向會改變 風速會變大 氣壓會增加 我冷風過近 碰到後面的冷空氣 所以氣溫會下降 冷風是風後雨 所以後面要下雨 所以雲量會變多 冷風的前面是暖空氣 偏南風 後面是冷空氣偏北風 所以風向會改變 只有風速變大 沒有辦法推高跟背的 然後要看圖才會曉得 最後氣壓會增加 因為冷空氣密度比較大 所以氣壓要增加 所以氣壓要增加 但是這句話有問題 因為它是風後雨 風面的後面在下雨 在下雨的時候 氣壓是下降的 在下雨的時候 氣壓是下降的 要過了下雨的地方 氣壓才會上升 所以課本說氣壓會增加 其實它是冷空氣 所以密度大 所以壓力大 但是風面剛剛過 遇到下雨的地方 它的氣壓應該是下降 要過了下雨的地方 它的氣壓才會增加 這叫做所謂的冷風 還有一個叫做滋流風 滋流風就是兩個勢力相當 沒有人贏 沒有人贏 勢力相當叫做滋流風 符號是一個紅藍相間的三角形跟半圓形 所以這個符號什麼意思 就是冷空氣要下來 下不來 暖空氣要上去 上不去 卡在這裡 不太會動 這個叫做所謂的滋流風 叫做所謂的滋流風 紅藍相間的三角形跟半圓形 剛剛講過了 一個學習重點是會認符號 認符號 什麼封面是什麼符號 什麼符號是什麼封面 這是你的學習的一個重點 那麼冷風 滋流風是冷暖空氣交會 所以天氣不穩定 又滋流 不走 不動 所以就會造成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所以有滋流風 那就會下很多天很多天 連續好幾天的降雨 因為冷暖空氣交會 天氣不穩 滋流不動 卡在這裡 所以它就會造成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以上就跟各位介紹 國中有交的三種封面 瞭解 什麼是冷風 什麼是暖風 什麼是滋流風 要知道它的符號是什麼樣子 要曉得這個封面過境之後 會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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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